基本上大家知道是用提名委員會去做提名 但是提名委員會裏頭 四個界別裏頭 本身已經包含所有區議員的代表在這裏 我不知道阿福哥你應該是其中之一 很多都是選委 亦都是包含所有的立法會議員 他本身都是民選出來的 所以在界別裏頭 本身已經是包含這些地區選舉出來的議員 是幫忙可以做提名的工作 所以這次除了基本法之外 更加是有人大常委決定了 是能夠在1200人裏頭的提名委員會 是可以做到那個提名的工作 還有一樣更加重要 在提名委員會的提名 由於它四個界別 有工商界 有專業界 有地區的 有政界 出來的結果是甚麼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 它不會側在一邊 大家同不同意嗎 就是你側在老闆那邊 那也不太好 側在打工仔那邊 也不太好 所以推薦出來的人 必定是要跨階層的取向 才能夠得到全港市民的認受 所以現在定了來 希望用這個方法能夠做到的 所以可能這個方法是一個理想性的方法 但我們先走一步 就按這個基礎 大家同不同意嗎 先走這一步 再逐步逐步做改善的工作 我覺得才是比較穩固 甚麼叫真普選呢 真是有得選 沒得選 說甚麼都是假的 是吧 我只覺得從市民的角度 就是這樣看的 有沒有選這次 沒得選就說甚麼都是假的 這個是真的 所以我都很認同 譚局長剛才的呼籲 希望大家回到社區 跟多些街坊說 希望你們的政治權利 不要被剝奪 我們來